超療癒的鼠魚衝浪缸 群養30隻 只有一圓大小的熊貓鼠 今天要飼養的是這群老鼠 牠們叫做熊貓鼠 看牠的外型眼睛有兩塊烏烈 很明顯的就知道 這是牠們被叫做熊貓鼠的原因 也是因為這樣萌萌的外型加上價格親民 非常受大眾歡迎 也是很適合新手飼養的魚種喔 那我們就來射鋼一邊來做講解吧 屬於有個習性 就是衝浪 今天我們要來設置一個 可以讓熊貓鼠集體衝浪的魚鋼 所以我們選一個60公分的屏風鋼 讓牠們愛怎麼衝就怎麼衝 我們用了三種鯊 天賞短雕屬於專用鯊 黑膽石 跟鯊饒月 我們攝鋼的規劃呢 左邊放中顆粒的黑膽石 然後呢放一些鯊饒月的大顆合鯊來裝飾 最右邊呢是屬於的用餐區 我們就用屬於專用鯊 屬於因為有兩根胡鬚 加上喜歡在底鯊中翻找食物 所以我們要選用細顆粒圓潤的底鯊 才不會化傷屬於的鬍子跟嘴巴 我選的三種底鯊剛好都是渾圓的表面 雖然熊貓鼠可能會集中在最細的鯊子上面玩 但我的想法是 仿造溪流做出上游、中游、下游 有不同大小的岩石 用底鯊做出漸層會更有視覺效果喔 最後再加上倒在溪流裡的神木 然後讓一些水草附著在塵木上面 記得攝鋼要先把塵木泡過或煮過 確定它們會塵 這個是鹿角鐵黃罐 還有呢這個是小龍 是陰性水草 光照的需求量小 豪陽好重又好看 做屏風缸的我們要有一個想法 潮影水族擴大偵柴唷 如果你對水族有愛 非常有興趣 喜歡玩水摸魚的潮友們 都非常歡迎你們加入喔 我們有開放各種職缺 詳細情形可以前往104人力銀行 搜尋AC潮影水族 或者在影片下方資訊欄 有連結網址喔 趕快加入我們吧 做屏風缸的我們要有一個想法 把魚缸分成三等份 一個激流區 然後一個緩流區 跟一個進水域的區域 如果魚類的話呢 他自己就會去找地方休息 那我們要怎麼知道我們的激流是不是太強呢 如果你的魚群啊 都一直停在進水域區 他都不願意往魚缸的其他地方去做探索 代表水流太強了 那我們這個水流呢 稍微把它往下 但是不要讓它直接沖到鼠沙 照流的時候呢 一般會使用照浪機 不過呢由於這個魚缸尺寸的關係呢 所以我們選擇使用塵馬 屬於喜歡 融氧量高一點的環境 在魚缸中製造水流 就有機會看到屬於來衝浪 不過呢不是每一種屬於都會群油喔 像熊貓鼠天生比較膽小一些 有抱團取暖的習慣 算是群油習性比較明顯的一種屬於 不過色鋼的時候呢 一定要記得提供屬於躲藏的地方 像是這些沉木啊跟水草 都是為了提供給屬於休息用的 屬於衝浪啊如果衝累了 或是想要睡覺 都可以找到比較陰暗 水流比較緩的區域來做休息 那我們的過濾器呢一般建議 希望放在我們造流機的對面 這樣呢就可以做到一個很好的循環 別人是天竺鼠車車 你養熊貓鼠車車 一樣可以看到他們集體飆車喔 熊貓鼠適應的PH值範圍較廣 若酸到若減都可以 所以也會看到有些人會在草缸丟幾隻熊貓鼠 以我們草飲來說 都是把水質維持在中性為主 不過呢我們說適應範圍較廣 並不是說今天你一下 減性一下酸性 一下又減性一下又酸性 每週換水加水要緩慢的加 才不會造成PH值的震盪過大 引發屬於溶虛的現象喔 屬於呢都是喜歡溶氧量高一點的環境 不過正常飼養下 1公升的水量對應1公分的魚 不用額外打氣 因為過濾氣的水流 就足以讓氧氣融入水中了 如果你用的是塵馬 可以用文士管原理來增加它的含氧量 另外你會看到 屬於沖到水面上呼吸再往下沖 這個叫做長呼吸 是他們的習性 不是因為缺氧喔 要比較注意的是 長期飼養來說 比較建議恆定的溫度 大概27度左右 現在我們看到的熊貓鼠 最大可以長到3到4公分左右 一般來說我們在水族館可以買到的尺寸 大約在2公分左右 新手上路的話呢 這樣子的魚缸 建議養15隻左右 才不會翻車喔 今天飼養的老鼠 不會煮菜也不會假賽 它只會吃腸耳 但是我還是推薦要健康的飼養 定時餵一些屬於專用的沉底飼料 沒吃完 就用大滴管把它吸除 以免腐敗的飼料留在底飼上面太久 讓屬於接觸到 要記得 不管是哪一種屬於 都需要重視底飼的整潔喔 定期用水做的換水器 做小區塊的整理 不要每天把底沙挖出來洗 你會又累又發現鋼子屬一片 相信大家今天也有滿滿的收穫 這次的贈品是 有什麼想說的 想問的 都歡迎在影片下面留言喔 我們將從留言中 隨機抽出 有訂閱AC草飲水族頻道的草友 把贈品送給你 如果喜歡這支影片呢 請按下喜歡 想追蹤更多水族知識 請按訂閱 並開啟小鈴鐺 我是阿謙 AC草飲水族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叫跟娥田 睡眠 睡眠 啊 阿賊 你 有 阿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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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 阿賊 阿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